今天来看东欧局势 乌克兰境内战火已经延烧了25天 俄军攻势持续升级 引来了各国谴责 欧美国家领袖从星期四开始 将齐聚比利时协商乌克兰局势 不排除会再加大制裁力度 逼迫莫斯科撤军 峰会召开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就预警 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动用生物和化学武器 让这个二战以来的最大人道危机极具恶化 拜登星期一与美国商界总裁进行季度援助会议 他在会上提出多项预警 强调俄罗斯已经处于退无可退的窘境 极可能狗急跳墙 包括对美国企业发动网络袭击 拜登劝告企业强化网络防御系统 避免俄罗斯黑客入侵 另外美国在俄乌开战后曾经多次警告 俄国擅长使用假期行动来散播假消息 试图让战事升级 拜登也直接点名俄国总统普京正在考虑 接下来在乌克兰境内动用化学武器 And so his back is against the wall and he's now he's talking about new false flags he's setting up including he's asserting that we in America have biological as well as chemical weapons in Europe simply not true I guarantee you They're also suggesting that Ukraine has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in Ukraine That's a clear sign he's considering using both of those He's already used chemical weapons in the past And we should be careful what's about to come He knows there'll be severe consequences 拜登将在星期四飞往欧洲参加美欧峰会 包括到比利时会见欧盟 七国集团和北约领导人 之后再到访乌克兰邻国波兰的首都华沙 这一次形成的主轴是探讨加强在欧洲的战力布局 以及对乌克兰的人道援助 另一方面 俄罗斯外交部也谴责拜登上个星期指控普京是战争犯的言论 并召见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递交抗议召会 警告这类言论会让两国关系走向崩溃边缘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